這是人手工蓋起開機 台電公司代表陣緣 沒有只到憲慣 使用的又是切斷工具 表示這五名雖然是差跌到突然 但犯案的專業聽到 是屬人真意外 這是他剪斷的 剪斷電男性用的剪刀 葉麻衣 南道館在三間婚教 十二號暗時 會當現見 安京跟中華婚教的 共同水中情辦下 帶到一定有信憲慣 威修的五人 頭電藍線切斷一團 在那現場台北犯現意外 要吹到前來的電藍燈線 將近一千公斤 以及港区特品作案 車廂上不正 對出警方表示 這十幾間的切斷 安家起來 專門不發售電 這就有兩百萬 專案小組 十二日二十一時 在竹山鎮 破貨以張信犯險為所的 電燃切斷集團 當場逮捕 作案犯險五人 收張業者一人 取貨 電燃裸銅線 九百九十三公斤 這個犯罪集團 一百零一年起 陸續在 藍頭 彰化 雲雲 中南部七線市 作案 不法鎖得超過 新台幣 兩百萬元以上 這次孫子參與 台電公司 婚臨 贏 在報案之後 也派全人 正來向第三 警婚局的這支報案 表達感謝 它也表示 報案對來 讓台電 能夠停止損失 最重要是 幸福中南部的鄉親 正常用電的款頁 像我們這次這幾個 四個 來做 比如四個案件 總共材料損失就 六十三萬多 只有材料損失喔 還要再付救費用的 電燃線 還有人工費 不只 一個 他假如是用戶住的 他沒有電 沒有電源 沒有辦法生活 沒有辦法打開電動門 那假如農民的話 他沒辦法去灌溉灌水 所以影響蠻大的 所以我們一直說 我們董事長跟我們總經理 都很重視這個案件 所以我一直代表 我們董事長跟我們總經理 像我們這個 安局長率領的團隊 很感謝他們 慶豐之春 這個電燃線 撤到一團 在荒岸之前 用出草作為暗後 發送來統治一夥 頭出的目標 都是在台電所控界的民 做放在大型電燃線為主 像這幾年期間 也都沒有休息 四十天的電燃撤案 台電的損失 還在加上民眾 跟公共設施的用電 一年順勢是超過正義 對出境風也好 又自願飛燒業者 不可以貪心 來家家買收 來路不便的電燃線 這樣是一樣有罪 來吃到冠室 記者檢訪宣 蔡鳳報道